今天是12月27号 现在我是在湖北省环甘市 齐春县的惠龙池村 这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小村庄 你看前面有一个水池 四面环山 然后这边就是 他们的村部所在的 这一块是一个公用停车产 你看我的住车基本上都是这样 就是在车尾部 不占用过多的空间 很简单的 哈喽大家好 我是大卫 这几年船车旅行 非常的流行 它有很多优点 比如说像比较省钱 遇到喜欢的地方 可以在那住一宿 不用去 辛苦的去找啊吃啊住啊这些地方 我个人还是比较反对那种流浪式的 搞得脏兮兮的烂七八糟 到一个地方去眨眼 让别人用那种另类的眼光去看着你 所以我本着简单使用清爽的原则 来设计我的这个船车 船车有两种模式 一种是行车模式 另一种是驻车模式 我先带大家看一看我的行车模式是什么样的 这两个小桌子和椅子呢 是放到车顶行李箱里面的 这是我的货备箱 货备箱主要就是放一桶这个20升的水 然后这里面是那些做饭用的东西 茶用的东西 像调味料啊 一个电压力锅 这个是隐私帘 是定制的 它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挂在玻璃上面 然后侧面这个饭粘子 杂物 像这个是茶叶 两把鱼饭 宽天水 弄一点吃的 这边的储物间放的是一桶五升的水 这是一个小桶的水 这个我长期都是满的 基本 然后这里面是 饭粘粘啊 大米啊 这些东西放得干 因为我的那个后排座椅放倒不平 所以我定制了一个船车磨合 然后这边也是有两个储物空间 看一下 这里面也是一些杂物 两个水袋 然后这是一个小的电火锅 茶叶 然后扎起大巴的 放在这儿 这边也是 这是一点衣服 然后里面还有一些杂物 行车的时候后排座就是这样 然后这里 这两个是睡袋 这个睡袋不是很厚 所以现在我都用它去做电路 然后去看看座位那块 中间这个座位我放的是一层被子 是棉被 这是一个一度电的1000瓦的电源 那边有一个整理箱 里面放的也是那些 主要是做饭的东西 这就是后排的样子 这就是后排的样子 再看看副驾 副驾驶这边脚下面我放了这是洗酥的用品 我放在一个箱子里面 毛巾啊牙刷啊啥的 然后这是暖瓶这样好拿 这边是一个小的垃圾桶 住车的时候就放外面用 正驾驶那边没什么东西 然后看看后边 这有两个包 一个是无人机 另一个里面装的是笔记本 然后一些证件上 然后这边整理箱里面是烧水炉啊卡尸炉啊 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我的船是怎么铺的 将这两个包放到副驾的位置 然后将这个水箱啊 和这个整理箱放到前面副驾驶的脚下 拿过来就是这样的模式 这样这边就可以放到 像这个盖板放一下 这边也是一样的 这块板 然后放在前面 这样基本就可以了 就是一站船 从这儿到前面 总长度应该在1米82到1米85之间 最窄的是这一块 从这儿到这边是1米2 现在我坐上来了 然后我的身高是1米73 我把这个天窗的真烟链打开以后 我就能坐直 现在我就是坐直的状态 铺被子我就不给大家演示了 正常的我铺船 只要十来分钟就能弄好 这是双人模式 还有一种单人模式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这块隔板 单边放好 我大概翻一下就行 然后这边 给它伸起来 然后那边再铺上被子 单人模式下 水箱这个整理箱都不用搬 就更方便 最后给大家看一下 我的那个车点心理箱 脚踏在这儿的 然后这里面放的是西瓜 然后一些工具 然后这是桌椅 这是一个瑜伽垫 这是一个更衣帐 然后这是面盆 这是这盐棚 手搭在那个这盐棚 这是拖车绳 还有那个大火线 然后那边是车子保养的 那些东西 然后再放下面的两个桌子 到这儿就可以了 这个其实很能装的 我这个心理箱是650升 由于篇幅原因 今天就到这儿了 关于我车上的这个 用电用水 还有用气的情况 我过几天会单独 做一期视频来介绍一下 感谢大家收看 如果你也和我一样 喜欢自驾旅行 别忘了关注我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再见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